水流的方向 你们会看到呢 这些水是向西流的 向西流的 我们车子是往东走 所以水流的方向跟我们车型的方向刚好相反 那为什么要特别留意看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跨过北美洲的大陆分水岭 分水岭就是河流分流向不同的大海 的分界线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洛基山脉的西侧 所以这里所有的河流都是流向太平洋的 那当我们跨过分水岭呢 去到洛基山脉东边 大家再留意看那边的河流就是向东流 是流向大西洋的 所以他们的源头都是在这边山上 但是流向来呢 经过了分水岭就分流向两个 三个几十公里的大海 是挺特别的 所以我们